开箱婆罗周 还横跨了两个团体 一个是成立于2011年的 田约翰Sweet John 另一个分身呢 就是今天开箱婆罗周 我们要来开箱的I Mean Us 简称他们IMU 那这个乐团呢 是成立于2015年 那风格走的是跟田约翰 完全不一样的路线 实验性来得更强也更重 那2018年呢 他们推出了IMU的第一张专辑 创作专辑叫OST 那之后经历了团员的李队 四人沉淀了三年 最近才又推出了第二张 非常厉害的一张专辑 Into Innerverse 今天我们要来听听看 他们这样专辑当中 到底要表达着 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为什么要叫Into Innerverse呢 一起来欢迎 IMU I Mean Us的 佩鹏 永春 Hank 还有曼达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I Mean Us 我是吉他手永春 我是鼓手佩鹏 我是贝斯手Hank 我是主唱键盘手 曼达Mandark 然后刚刚那个田月翰 也是成立在差不多2016 是吗 所以我这里的资讯 对 是那个 因为他们另外四个男生 是成大认识的 然后学生时期有组另外一个团 叫Nature Outcome 但是那不是以田月翰的名字 所以正式成立也差不多在2016 了解 所以曼达横跨两个乐团 两个乐团的风格都不一样 会不会觉得精神分裂 还是都很有趣 都还不错 就是因为两个乐团玩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从语言到乐风 然后跟作曲的方式都不一样 就是几乎没有什么重叠的部分 对 所以我会觉得就每个部分都有 可以发展的地方 那你比较 这样问好像有一点怪啦 你比较喜欢 I Mean Us的音乐风格 比较像你本身 还是田月翰这种比较英式摇滚风的 我觉得个性上我会比较像 I Mean Us 然后但是我觉得在田月翰里面 玩的一些就是技巧类的东西 弹奏的技巧 会在演出上也是蛮有趣的 嗯 了解 诶 我想认识你们四个是怎么认识的啊 当初 然后是怎么会组成一个团的呢 我们四个本来互不认识 就是朋友的共同好友 然后组在一起 然后就是 就是真的是因为要玩这个乐团才收视的 OK 那是怎么样组在一起的 是有经过一些audition啊 比如说我要找一个鼓手 我要找一个键盘手 那你们来谈谈看还是怎么样 就是朋友的推荐 就像我们在台湾有一个 很要好的乐团叫 要到车入库 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就会互相推荐说 诶 如果你想要找鼓手 你可以找佩鹏之类的 就是这样才凑在一起的 嗯 那我们也知道 本来Aminus有五个人嘛 那之前的前团长 就是因为一些事件离开了之后 现在Aminus不管是在音乐创作上 然后你们的这个组织上 还有一个活动的安排上 经营管理上 跟之前的五个人的Aminus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在经营管理上 因为我们一直都是 就是自己经营自己 所以就会原本五个人分量的工作 就会变四个人分担 但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 呃 自己处理团务 然后就算不是自己经手的事 我们也大概知道状况 所以在团务上 就是loading会比较重 但其实在营运上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音乐的部分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 呃 发出来的作品 还是呃 五个人编制的 那现在就是以四个人去消化这样子 了解 那主要词曲的部分 还是以曼达为主是吗 嗯 还是 这张翻集 哎 大家都 都都是 一起创作这样子 然后只是说Aminus的创作模式 比较是会先有一个主导者 去把demo做出来这样 那那个主创者 之前是就是 Man Dark跟张群 嗯 比较多 然后在第二张专辑 永存我本人 也有一起 就是贡献一下这个 嗯 对对对 主导的部分这样 了解 那这张专辑有八首歌 哎 我很好奇耶 为什么 因为通常我们的既定印象 就是专辑好像都是十首歌 要不然十二首 就为什么这张专辑会八首歌呢 会出现八首歌 我们好像没有特别去 去想说就要这八首 或者是那我们要凑到十二首才能发这样 只是觉得它的长度跟完整性 我们可以用这八首歌去呈现这样子 了解 那在音乐的编排上 你们有经过什么样的考量吗 比如说为什么以Museum来做一个开场 然后到unicode runrunrun idolcar 这样诸如此类的 嗯 最近有一个蛮有趣的新闻 就是说 Adel 去跟Spotify 对 昨天的新闻 对对对 对 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所有的音乐人啊 乐团也好 artists 他们去做一个专辑的编排 一定是有去想要呈现一个 情境跟氛围 只是说现在数位平台 或者是听众的习惯 他们不一定会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 可是 对啊 就是可能习惯是用单曲 或者是playlist的方式去收听 但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一定创作者都会很希望说 你从第一首听到第八首 你会感觉到一个 我们编排的故事跟情境 嗯 对 像第一首Museum 就是我们算是一个 能呈现起后的歌曲 就是它有我们上一章的一些梦幻 跟空灵的氛围 只是到后面带入一些 比较严肃的话题 或者是比较沉重的东西 那最后一首9 我们会安排这样子就是 我们也觉得它是一个 很盛大的结尾这样子 它后面有一个长达 两分多钟的一个伪奏 那就是希望说观众 能从第一首听到第八首这样子 经历了一个 起程转合的旅程这样子 嗯 这张专辑我听了几次 我是觉得是一张 哇 很震撼的一张专辑 而且我觉得 一定会入围精英奖 然后肯定会得奖 所以先恭喜你们 然后 You did a good job guys 还有 然后好喜欢Museum 很喜欢Unicode 很喜欢I.Car 嗯 然后24 Years of You 也很有趣 可不可以先来谈谈 Unicode这首歌 因为很重要 你们找来了 凤小月 一起来合作 太酷了这首歌 而且我太爱你们的MV了 Oh my God 谢谢 请慢大家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首歌是怎么出来的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会想到要找凤小月 这首歌出来的契机 就是我那时候 做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还蛮一气呵成的 就是 好像 没有特别经过 很长的琢磨 就是把整个编曲 就大概完成了 然后我觉得 这种 就是一气呵成的灵感 是很难得 又很直觉的 就是 哇 出来 然后你就知道 大概就是 就是你想要的样子 然后后来再经过 乐团的编排 让它更精致 然后 在那个时候 我把我的demo 先给我们制作人听 然后他就听了一下 就说 这首歌交给我 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去 再也没有去碰这首歌 然后他 就 去帮我们找了 他觉得适合合作的对象 就是凤小月 然后 那时候 我们 呃 我们就是 一直以来 就是 自己认为 自己跟那个 凤小月蛮有缘 缘分的 因为之前有一次 后次都会碰到他 是吗 对 有一次在 电影上的 像是 呃 那那首歌是 Soul Mad 被收录在 呃 电影 我的淡男情人里面 然后是由凤小月 主演的 呃 的电影 然后 我们的歌曲 收录在里面 作为插曲 跟片尾曲 然后我们就觉得 好像就是算是一个 缘分吧 然后 呃 某一次还有在 练团室碰到他 然后我们全团都被摔到 无话 无话可说 哈哈 然后 然后这次就终于 真的见到本人了 这样 然后除了 音乐上的合作 然后还有他 对我们歌词的一些指点 之外 他还 愿意参与我们的MV 就觉得 他 他真的真的很好 很亲切 这样 对 然后 然后在每个部分都做得很好 真的 然后这首歌 其实unicode的意思是什么啊 你想要表达的概念是什么 嗯 unicode 听起来就是虽然蛮工程师的 可是我自己是 就只是字面上意思 就是觉得它是一个 你我之间独一无二的密码 这样 因为我里面 对 歌曲 歌词里面是说 就是我其实不用特别的说什么 你就知道 你就懂我了 这样子 心灵相通 嗯 那这张 这个 这首unicode的MV也邀请来了 世界级的Wacking天后 Chrisie Chow 哈梅老师 来 哇 你就是把它 全身涂满颜料 然后亮片 然后 就是 舞蹈 这样子贯穿 整场的这个MV 真的非常的震撼 而且我觉得跟这首歌的贴合度 是非常完美 吻合 而且是呈现的 好像又知道 让这首歌整个又大气了起来 整个up level了起来 这个idea也是来自你们共同想出来的吗 然后为什么会找来哈梅老师合作呢 呃 这其实是因为我 我跟提摩西导演有四次的合作经验 就是我几乎 目前就是推出了一些作品都是 都直觉上会找他这样子 然后合作上蛮愉快 他 因为他对美感的直觉就是 他 我就觉得很精准 然后就也不用特别 特别 呃 聊什么就知道他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 然后 所以这个舞蹈的部分就是由他 他自己去想脚本 但是 到那时候选人选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 呃 Instagram上面找 然后我找一找就是丢给他这样子 因为我 我以前就是 有想要学跳舞 可是就是很失败 因为我肢体 有点差 哈哈 然后 哈梅老师就是 呃 学舞的人都知道的 然后是 真的是非常 非常 high level的一个 一个选项 我们本来就是觉得很奢华 然后加上 预算有限 就是不太知道 能不能真的请到他 然后就 但还是 透过呃 学舞的朋友 先先 旁敲侧击看看 然后 因为导演看到哈梅老师 之后 他就是决定 他一定 他一定要 他 所以 他 对对对 所以就是 就是 反正他就是一定要他 然后我们就 真的敲到哈梅老师 很了不起 真的 那这张专辑呢 那这张专辑呢 你们是找来了 韩立康老师 还有 钟维鱼 跟John Do 一起来共同制作 哦 那可不可以来谈谈 跟三位老师合作 比起第一张专辑的 陈建奇老师合作的感觉 跟 有什么不同 或者更新鲜 然后他们会不会 就是 给你们很大的 要求很高 这样子 还是说 嗯 这次的 专辑的节奏 比较是 我们先释出 一些单曲 制作一些单曲 然后像 John Do 就是我们其中一首歌 EDEN的制作人 嗯 小语 钟文语 就是 制作我们普通人类的 制作人 然后 阿康老师就是 从一开始的 24岁的你 24 years old of you 然后再到 整张专辑的 制作跟统筹 这样子 所以 算是分别 跟他们做 不同曲目的合作 了解 像 各大制作人 都有他们的 工作的特色 跟他们对 歌曲的 不同想象啊 风格 我们觉得都是 很好的学习 就是不同的人有 我们都学习到 很多东西 都蛮酷的 那 哪一位老师是 给你们最大的 一个挑战 就是 这首歌 本来你们编出来 是这样 结果呢 就是完全打破 这样子 有没有 我觉得我们 很幸运的是 就是我们遇到的 这张专辑的 三位制作人 跟第一张专辑的 陈建奇老师 他们都是 就是都是先了解 我们的性格 跟我们对 这首歌的诠释 然后再根据 我们的方向 去做调整 所以 没有 比较没有遇到 太多的冲突 大部分都是 他们根据 我们想要的方向 去做更 精准的 表现 那我们也知道说 韩力康本身 他 老师本身是 编曲人 然后就是 他每次做的音乐 大家也很喜欢 那这张呢 你们用了很多 很特别的一些 原著名的乐器 可以这么说吗 包括 马头琴 呼迈等等 那这些乐器的选择 也是 韩老师 一起想出来的吗 还是 你们自己的 一个idea 是我们自己 就是自然而然 觉得 这个声音 放在这里 很合适 然后就 会去找 会操作 这个契乐的朋友 来帮我们录制 然后 制作人 有放马头琴 跟呼迈的 制作人是 John Do 那他就是 在混音的时候 就是帮我们 调整音色啊 或是把他 放在适合的位置 做更精准的表现 OK 那另外就是 你们也用了 一些弦乐哦 就是那个 24 Years of You 他前面呢 可以说是 把一个经典的 他的这个 经典的歌曲 用他这个 三重拍是吗 那个方式 来让他loop 这个概念 也很有趣 请曼达来 跟大家讲一下 这首歌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 创作的时候 在脑海里 都会先有一些 对声音的想象 然后我那时候 在想那个钢琴 可能不是一个 纯粹的钢琴声 就是我希望 它是 有一个大弦的声音 对 所以它其实不是 这么纯粹的 古典声响 我自己觉得 它是有一点 加上 大剑琴 可是又不是 我后来 有点不确定 阿康那是怎么 用出来的 那个音色 是怎么来的 但就是我有 跟他特别提出 我想要 那个拍弦的声音 然后 我又特别 想要听到 那个 双黄管的声音 就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就是 它如果没有 被呈现出来 我会觉得 就不对 然后我就会说 阿康我这边 那个双黄管 我一定要 那个声音 然后他就 特别为了 这个声音 去买了一套 好的音源 这样子 然后 对 就是因为一边 做 然后 在我心中 原本的想象 就是他真的 比较要管 全乐团的编制 所以我用了很多 古典乐器 跟我 我真的很喜欢 双黄管 所以我就坚持要 双黄管 然后 比较不同的是 原本我想象的 因为是 选乐团 可是 其实跟预算 也有一点关系 所以没有真的 那时候制作的时候 没有真的 请到选乐团 所以我们 阿康想办法 用了 合成器的声音 来替代这个声响 然后 我们在 这个音色中 琢磨了非常多 因为 有时候 我会觉得太 如果 没有 没有到 我心中 就是脑海里的 那个声音的话 我会觉得 就是不对 然后他 对 他就是 很努力的 在 把那个 合成器呈现的 非常 像选乐 可是他又有一种 心迹感 我自己觉得 很 打我 对对对 比我想象中的 更 更酷 对 哇 所以曼达也是一个 处女座的个性 就是要求完美 是我 就是一不停的挑战 这样子是吗 嗯 我没有 特别觉得 怎么样 可是可能就是在 在制作的时候 会突然发现 自己 有一些坚持 对 OK 了解 那另外一首 我很喜欢 也想听听你们来聊的 I.car 这首歌 为什么叫 I.car I.car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这首歌 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I.car就是 我们 我啦 想说 去模拟一个 年少轻狂的感觉 因为I.car 其实是一个网络流行用语 就是一个 什么意思 对一个迷音 一个女生 她想要讲 I don't care 但是她完全不会拼 就拼错 就拼成I.car I.car 这样 就是很有趣 一个恶搞恶搞的感觉 对 所以她象征的是一个年轻的 一个年轻人的恶搞感 对 但其实她 做更多的描写是 关于夜晚 给我们的自由的感觉 我们把Mike 传给 最喜欢这首歌的 Hank Hank 就是 这整张里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I.car 因为她 想要表现的就是 从刚刚有讲到一种 无拘无束 奔放的感觉 就是像在夜里 然后整个城市都已经睡着了 但是你一个人 骑着自行车 享受那个风吹来的感觉 对 然后 我觉得I.car 取这个名字也很切合 是因为 那个女生 大家都知道 讲对的是I.car 但是她不管 她就是要讲I.car 对 就是她 大家都知道 I.car 对对对 大家都知道她讲I.car 但我不管 我就是要讲I.car I.car I.car 对啊 所以就是她想表现一种 很年轻 无拘无束 然后她没有任何 牵制的那种心情 那 我之所以会这么喜欢 这首歌也是因为 就是她带给我 这样的感觉 是我觉得会随着人 慢慢变老而失去的一种热情 所以她可以唤醒你 就是对于这样的心情 或是这样的憧憬 的一个回忆 或者是缅怀也可以 对对 嗯 那佩鹏呢 佩鹏有没有在这张专辑里面的 自己最喜欢 然后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 哦 因为每一首都很喜欢 所以我都 我不一定耶 我就是随机 但我今天还蛮想介绍久的 就是久 久这首歌很长 大概有六分钟 然后 她的前段跟后段 后段的那个编曲方式 也不一样 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在编故的时候 我编完前面 就觉得 就是结束了 剩下的就是 照着前面的方式进行就好 结果没有后面 后面又是另外一个感觉 然后我编这首歌 感觉就很像在编两首歌 然后因为后面都是契乐 所以就是 每一个段落 需要什么样的动态 都需要跟团员商量 然后在什么点 大家需要报 这个都是在我们在 练团室讨论的时候 琢磨很久的地方 所以现在表演 每次演到久 我都会想到 大家那个时候 在练团室里面 讨论这首歌的那个互动 就是心情都会很好 很畅快 因为这首歌就是 乐器的感觉比较多 所以就是演奏的时候 就会不用想太多 这样子 值得大家听听看 对 我觉得I'm Minus 你们的一个 独特性 有一点一定要讲的 就是我觉得你们 在声音的处理上 有一种给大家一种 迷蒙感 就是迷幻感 这一点是怎么做到 我想问一下曼达 你平常唱歌的时候 有特地去 让自己的声音比较 这个飘是怎么弄的 怎么弄 对 因为你说话 听你说话还蛮响亮的 但是你一唱歌 它就有一种 一种好像在雾里的感觉 没有 我没有特别 怎么样 因为我一直都不觉得 自己是会唱歌的人 因为就是 毕竟我就是中文歌唱起来 就是蛮难听的 然后 然后我觉得就是 I'm Minus 就是完全 让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就是我没有特别 去怎么样 就觉得 我完全贴合在这个音乐里 就是我觉得 我找到我适合的地方 就是我的声音 找到我适合放的地方 这样 嗯 其实说真的 如果没有去看你们的歌词的话 因为你们唱的是英文歌 然后如果没有去看歌词的话 有时候 说真的会不太听得明白 这个歌的意思 这是故意的一个设定吗 嗯 应该是我们在诠释的时候 没有特别觉得 歌词要表达得清楚 是第一顺位 然后像刚刚在讲 曼达声音的处理 我身为五年的团员 我自己觉得他 他就是把他的vocal 作为一个乐器 然后他在想办法 让他声音放在这首歌 是他喜欢 他觉得好听的 呈现 就是我们的重点 好像都是比较放在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表现会好听 这样子 嗯 就是声音成为了乐器的一个部分 它等于是一个乐器 这样子 对对对对 而不是去传述这个歌的 它的歌词的意思 是什么 嗯 当然这首歌也会 我们也会想要知道 也会问主创作者说 诶你这首歌你在写什么 你想要表达什么感觉 然后大家只是会往那个感觉走 但就比较不会再执着于说 这个东西要传达的多清楚 这样子 嗯 那未来有可能会创作中文歌吗 我们一直都没有排斥 但目前自然而然的 还是以英文歌为主 未来的话就是看缘分 了解 好 那我们也知道说 I'm Minus 你们从创团以来 都有到过大大小小的城市 去巡演啊 然后参加音乐节啊 这样子 从美国 韩国 日本 然后现在在中国啊 有没有哪一次 是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嗯 我当然是选美国啦 对对 对因为以前 以前也没有去过 也没有去过美国 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去 South by Southwest 然后就是很震撼 就是看到整个城市 跟嘉年华一样 然后你不管走到哪 都会有 乐团在表演 或者是有 艺人在演唱 对 他就是把整个城市 转变成一个超大 超大型音乐节 然后就是每个酒馆啊 或是哪个地方 都全部都是 就是来参加这个音乐节的人 然后那时候看到说 哇 充满了音乐的能量 嗯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 也有大大小小的博览会啊 不只是音乐啊 他还包含了很多影视 或是广播的 不同的种类的东西 对就是一个很盛大的 party 很猛 真的很猛 然后呃 只得一提的是 美国的乐迷 其实他 反应跟亚洲 也都不一样 就他们听到你的音乐 对对对 你在表演的中段 他们就哇 你就会直接 直接拍手 对对对 对他们 Let that car 对他们不管 别人想什么 就是我觉得很爽 我觉得很开心 我就是要叫出来 这样 嗯 反正在亚洲的部分 大家是比较含蓄一点点 嗯稍微 稍微比较收敛一点 但是就是各有 我觉得青菜萝卜各有各的好 就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到也是 哇 就是很不一样 那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那在live表演的部分 呃 你们对于就是现场观众的互动 你们都会怎么样去带动大家的情绪呢 因为你们的歌说真的也 他也不是那种重摇滚的那一种 大家会嗨起来会跳舞的 那尤其是在亚洲市场 你们怎么带动呢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全力的投入在我们的音乐里面 我们其实除了一些飘飘的歌 也有一些比较嗨的歌 那如果你投入进去了 其实观众给我们的回馈都蛮好的 就是会一起跳啊 一起摇头晃脑 对 是不至于到冲撞啊 对 但是就是我们擅长的 其实是营造一种氛围 让你很投入在音乐 跟我们的表演里面 对 曼达有没有要说的 要补充的 没有 有在试着勇敢 因为就是我们 从我想说我们从2015年开始 我们自定义就是蹦鞋 然后一些就是Dream Pop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些 很很很在自己世界里的东西 然后并没有渴望互动这件事情 但是经过就是这几年的表演 我觉得要看现场 还是需要跟人与人之间建立连结 所以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突破自己 原本以为自己可以 就是只能做到那样子 对 的确 感觉到你们的音乐 还有整体的一个表现 都跟人好像有一个距离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live表演上 可能要尝试去让自己可以更加的去带动大家的这个气氛 可能还有很多要学习的 but anyways 回到音乐的部分哦 现在各大的串流平台哦 是可以说是已经慢慢的取代掉CD或者是唱片这件事情哦 那你们我想知道I Meanness对于这方面你们怎么看呢 你们是觉得你们是支持串流平台的吗 还是说还是希望说能够发专辑的时候呢 粉丝能够去买CD 把它收藏起来 我个人觉得说 时代的潮流是没有办法抵抗的 就是大家一定会听越来越多 在数位上收听音乐这件事跟这个习惯 对就是我们觉得两个两件事情没有对立啦 就是你网路上使用是方便 但你CD或者是黑胶的购买变成一种收藏的价值 这样 那大家在制作物上也会更加的去提升它的品质 跟想要传递这张专辑的一个概念 对 数位上的收听跟你实体上的收藏与完整性是还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啊 就是你在数位上听还是支持我们 你实体的购买也是支持我们 我们都会很开心 那在经济的收益上面呢 你会不会觉得 它其实没有让你们真正得到该有的回馈 尤其是在像Spotify这样子的一些平台 它有它的争议性 人为言轻吧 就是他们这些计算方式或者是 它的收费的公平性 我觉得大家或者是artists们 都有在看说哪一个平台比较友善 或者是哪一个平台 其实对行销的帮助是大于实际上的收益 那有一些隐形的收益也不是说一个点击多少钱去换的 所以我们现阶段会觉得很好的还是实际上的曝光吧 就是数位上它不只带来串流的收益 它也是我们的一个宣传出口 那当然希望说数位上的收益可以变成一个稳定的收入 对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样子 其实很多的粉丝也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现场演出 毕竟感觉现场的那一个气氛啊 或者是大家一起凝聚在一起听你们的音乐 享受你们的音乐才是 我觉得一个独立乐团存在的一个 让大家可以继续下去的一个动力哦 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样子的live的安排吗 会不会就是来到马来西亚新马一带来做宣传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在台湾进行这张专辑的宣传 然后近期就会陆陆续续在我们的Facebook跟Instagram公开这个消息 然后之后当然是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到马来西亚做巡演 所以再回来第二次 对啊 所以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补充身体健康 然后让疫情赶快可以告一个段落 真的也非常的期待能够尽快的看到Iminus的现场演出 也希望这张专辑发片顺利咯 谢谢 谢谢你们上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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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